彭斯扑ABAG与习两次交谈内容,让他改变贸易政策。 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BAG峰会上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曾激烈交锋,而一些媒体则聚焦两人在峰会上的短暂心切交流。 日前彭斯曝光了他两次和习交谈的内容,是要求北京改变贸易政策广告。 法新社11月18日报道彭斯,透露他在ABAG峰会议间曾两次与习近平进行坦诚交谈。 他告诉习近平美国有兴趣与中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但中方必须先改变其贸易政策。 17日至18日举行的ABAG峰会上,习近平和彭斯针锋相对的演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在演讲中不点名批评贸易保护主义,并宣称,无论热战,冷战和贸易战都没有赢家,而迂回的彭斯则反击。 趁北京拒绝开放市场,才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 彭斯还辛辣地抨击北京的一带。 一路对沿线国家,来说是一条不归路,并宣布美方将支援印太地区基础建设,但不会推出带有约束力的带和单方向的路。 另外许多海外媒体报道旨在领导人拍合照,现场两人也曾有短暂交流报道称。 按照历届A-Bag惯例,主办国会为议会各国领袖,提供当地民族服装并拍合照。 当习近平抵达拍摄现场时,彭斯正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谈。 话习近平与其他领袖打完招呼后,便停下来与彭斯交谈,并由翻译员进行翻译。 会谈持续了约一分半钟过程,装刀面带微笑,不过双方礼节性的交流,显然并不影响实质上的激烈对抗。 由于中美贸易方面的巨大分歧,这一届A-Bag峰会破例没有发表联合公报。 除了抨击中方经济政策外,彭斯在峰会演讲中,再次明确了美国加入意态地区政治竞争的计划。 他说,美国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现在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总额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超过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将继续增长。 彭斯承诺美国可以提供更好的选择,不会把我们的伙伴淹没在债务危机之中,我们不会强迫或损害你们的独立性美国政治新闻网址。 虽然彭斯没有点名北京但他敦促亚洲各国,考虑华盛顿的意态战略,而该战略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支持是替代中方一代一路的首选方案。 多家西方媒体认为习近平和彭斯此次的演讲表现出中美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大,也让外界对本月底的中美首脑会晤进一步降低了期望值。